这个车摸不得,摸哈一万块 大家好,我是大树 最近在大陆又发生了一个超级争议的事件 虽然这个事件又被官方以造谣声势的罪名消灭了 但是从老百姓的现场反应来看 我们已然发现老百姓对官方的怒气已经上升到了极点 另外,今天的这集内容我们要跟着官方一起打假 让大家自行判断这起事件到底谁在说谎 那么关于这事件 网传说是一辆吉普车停在了斑马线上 然后一个男子路过摸了一下 车上一个老妇下车就大骂这个男的 还给了这个男的两个大嘴巴 而司机是个老头 下来就说他一百万赔不起 让这个男的赔一万 报警以后,警察来了 直接就把这个男的给按在地上给靠走了 说他袭警 然后把老头子和老妇就给放走了 群众不服就给围了起来 那么这个事件是当天下午发生的事情 短短几个小时围观群众就越来越多 甚至还把吉普车围了个水线不通 从天亮围到了凌晨 更是惊动了大批警察前来维稳 尽管如此 但是民众依旧没有退缩 大家在现场轻声高喊放人 那么为什么群众要喊放人呢 警察到底抓了谁 我注意到从现场的图片里看 警察确实是抓了些人 那这些人是被警方五花大榜给扛走了 而警方这样的操作竟然是为了给吉普车开路 可是话说回来 警方为什么要逮捕这群人去保护这辆吉普车呢 为什么群众这么不满呢 到底警方和民众之间发生了什么冲突呢 事实上当晚警方为了疏散人群 还专程派人和群众谈判 事实上无论前面说的网传版本是真是假 有一点是真的 那就是这个事件中的老夫的车 确实是停得太靠近人行道了 那么从图片来看 这样的行为确实是违法违规的 对吧 但是即便是这样 也不至于让大家从白天抗议到凌晨 是吧 那么大家为什么这么激进呢 我仔细翻阅了下该事件 原来事件当天真的是有一男的摸了一下吉普车 可不确定男的是不是酒醉了 为什么要摸这辆吉普车 但是男的摸完之后呢 老夫车主下车查看之后啊 就说自己的车上有刮痕 于是就找男的索赔了一万元 那么男的可能就觉得 你这个老夫是喝醉了 摸一下赔一万 这是碰了老混蛋了 是吧 是你傻呀 还是我傻呢 所以就和这个老夫争吵了起来 可是这个老夫最后他没忍住 直接就给男的来了两斤大嘴巴子 甚至还说 你一个穷XX一辈子都买不起这么好的车 同时还强调自己的儿子是市长 说到这儿我们想想 如果男的是酒醉 是恶意碰瓷老夫的话 我想群众应该对男的表示不满才对 那么怎么能把如此的怒火上升到老夫身上呢 是不是 难不成是仇富吗 退一万步 就算老百姓对于这种我爸是李刚 我儿子是市长的人表示强烈的不满 但是再怎么着 也不至于让大家从白天抗议到凌晨吧 所以这里面一定有更为争议的事情 原来事件当天这个老夫打了一通电话 随后就有警察赶来保护这辆吉普车 并将小伙按在了地上 撑他袭警给靠走了 所以这才是事件的经过 大家不爽抗议完全是因为老夫利用关系 对男子进行了非法抓捕 说到这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警方的通报 这个警方的通报更是疑点百出 那这个通报说 2020年5月12日16时22分 我局接到一女子报警称 自己的车辆被人损坏 民警迅速到达现场 经公安机关讯问双方当事人 讯问证人 调取监控等工作 查明当日16时16分 41岁的男的张某 久后路过长荣街时 触摸敲打停靠在路边的一辆黑色吉普车 被65岁老夫车主罗某发现后口头制止 随后男的继续往前行走 老夫检查车辆后发现车辆右后方挡泥板上有刮痕 便立即驾车追上该男子 并质问其划伤要求其道歉 但是遭到男子的否认 两人随后发生口角相互指责谩骂 进而发生抓车 民警到达现场后 准备将两人抓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处理时 男的拒不配合 致意离开 民警依法进行口头传唤无效后 强制将其带离现场 民警准备将老夫及其车辆一并带回派出所时 因现场聚集大量围观群众 无法顺利驾车离开 于是就在17点35分 民警驾驶警车将老夫带回派出所 目前老夫和男的以协商达成谅解并签订 治安调节协议书 而关于网传说老夫儿子是市长 家属是当官的 要求赔偿一万元 并现场放走等消息 经查军部属实 目前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造谣者进行了抓捕 说到这儿 可能大家也没发现 警方的通报到底有什么不妥 其实疑点就在于警方通报说 老夫的车辆被男子刮蹭以后 男子继续往前走 而老夫则开车上前追赶 可是大家看图片 这吉普车明明是挺好的的 也就是说男子假如事宜要走 老夫要开车上前去追赶的话 他不应该是这样的把车屁股先停进去的停车方式 所以警方的描述和事实显然是不符的 所以这么看来 前面网传说的吉普车停在斑马线上 男子路过摸了一下 则更像是真实版本 而并非谣言 其次 视频中大量群众抗议是在夜晚进行的 而警方却是在5点35分把当事人给抓走了 可是从视频里看 所谓的酒醉男子仍在现场 而且已经是天黑的状态了 那么也就是说 民众硬生生的把警方非法抓人给拦了下来 也就是说 这点正好也就和前面的网传版本相符了 所以群众抗议并不是受人蛊惑 头脑一热就这么干的 他们完全是基于警方的非法操作 而如果这仅仅像警方描述的那样 是一起微不足道的小事的话 这都不足以让老百姓为了这么一个 所谓的醉酒男子去抗议 甚至不惜进橘子里 对不对 那么从这一点上看 老百姓不惜一切进橘子 说明我们的一些国人还有正义感 说明大家对官方很不满 这恰巧就和我们在网络里看到的 好像中国遍地是磨粉的假象是不符的 因为真正人民的声音是被压制了的 因此这一切都说明 魔共是靠谎言维持政权的 真正的中国人是什么样 他根本不让大家看到 而如果大家都能看到真正的中国人的愤怒 大家就会团结反抗魔共 这就是魔共害怕的 他怕大家知道了真相 从而清算他 那后来呢 我在网上继续搜索 发现警方对这件事情还有更过分的处理 那有个参与者爆料说 直到晚上凌晨人越来越少了 可能就几百多人了 警察就叫来了拖车 我们大家本想拖到早上 用人海战术解决这个事情 给大家一个交代 给被打的男子一个交代 但警察仍然默不作声 只想把我们驱赶 中途大家还唱国歌 在驱赶时 大家又围上去了好几次 大家只想一个公平公正的交代 大概到凌晨2点30分左右 可能就剩下两百多人了 人少了 另一个客车下来了几十个警察 一下冲入人群当中 开始暴力驱赶 对拍摄视频者进行强制删除 继续不走的就被暴力驱逐 那么说到这儿 我们发现魔共的属性 谎言 恐惧 暴力 在处理这个事件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此外 这个爆料者还说 他们中途唱起了国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我觉得群众唱这首歌曲 这说明民众发觉自己在魔共的统治下 变成了奴隶 他们已然发现了真正的敌人 其实是魔共本身 那么从这点上看 我想最后打倒魔共的 或者说对魔共下手最狠的 一定不是美国台湾和日本之类的 我想一定是他的人民 因为魔共最怕的是 人民一旦知道了所有的真相 就会找他清算 那么我想说到这儿 大家已经知道了 这个事件到底谁在说谎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 点赞 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 见